先议员田运星他的资讯内容是包括了 华联县政府要开征矿石税一案败诉 是否要退还征收的税额 以及台泥水泥窑的之前协助处理 事烧华联县生活垃圾所产生的空污问题 田运星希望华联县政府可以给秀林乡亲完整的交代 民众犯错有法院来做最后的判决 而政府犯错有谁来做惩罚 先议员田运星一开始就针对目前许多议员 所咨询的矿石税与矿石税的败诉后 是否要退还征收的税额提出咨询 最高行政法院确定判决 花联县政府败诉 败诉的县政府就说 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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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再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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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视线也试过了 还要再试再试再试 就让本席想起一个人你知道吗县长 想起谁就是陈水扁 那个样子 我就是花联王 不理事吗 县长 您是个修养极高的人 学音乐的底蕴 表现出的音律不应该显示着 披着羊皮的狼 这样毁人三观啊 不厚道 好可怕 本席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来来来 副县长请出列 县长 一个被监察院弹劾 公务员 惩戒的官员 做花联县政府 百官之首 这 在地方自治史上啊 县长 您用人的大胆程度 散称奇葩 县长徐正位也表示 对于花联县政府公务人员 都是依法行政 依法习规 徐正位感谢所有的议员 给予花联县政府三年来的支持 并强调 对花联县政府团队的污蔑 他也必须捍卫 所有花联县政府的公务人员 所有的花联县政府在执行所有的公务 都是依法依规 依法行政 如果侵犯到花联县政府的一块努力 我一策不让 如果对于花联县政府的财政公堂 我一块努力我也让 所以在这里分析 徐正位和花联县政府团队 感谢所有的议会议员的支持 让这三年 花联县政府在执政的效率 效能还有整个团队 其实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肯定 但是对于花联县政府团队的忽蔑 在这里 身为一个县长 我必须捍卫所有的花联县政府公务员 感谢议员的指导 谢谢大会主席 国务员事件给曾蔚来代表发言 谢谢